好 現在我們就要開始教所謂的心銅電子 這上面顯示的是你在一些科普上面會教你玩的遊戲 就是兩個檸檬啊 葡萄柚啊 插兩片金屬啊 那就會產生電啊 然後就玩玩就很好很有趣 那就是兩個金屬 那個葡萄柚 檸檬就是所謂電解質 好 但是因為這個電流沒有很大 所以通常只會點亮那個LUD燈 那我現在要教的是這位大哥發明的兩杯的 雙液的 有兩杯的 雙液的那個心銅電子 就是呢 我把心泡到硫酸心裡面 自家人不會作用 銅放到硫酸銅裡面 自家人也不會作用 那只有心跟銅這邊會產生作用 然後呢 心就會變成心離子 我會把電子吐出來 然後呢 跑過去 然後呢 這裡就有電子 所以銅力就得到電子 然後就會變成銅 變成銅 然後所以這個裝置就是一個電池的裝置 它產生電出去 就是個電子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心銅電子 然後你就發現這個是負極 這個是負極 要把電子吐出去 負電流出 是負極 那另外一邊就是正電流出 負電流入 正電流出 就是正極 所以心板是負極 正板 銅板是正極 銅板是正極 我這樣做個心銅電子 所以 我們還有一種名詞叫做陽極跟陰極 因為氧化環原反應裡面有陽極跟陰極 有鑑於各位現在的國文程度很差 所以呢 現在都不交陽極跟陰極 只交正極跟負極 但是要注意喔 以後高中會交 陽極不一定是正極 陽極不一定是正極 不一定是正極 不同狀況會有不同的結果 那以後再說 目前我們就不管它 就正極跟負極 OK 好 所以你就知道 剛才在實驗裡面 心板是哪一極 心板是哪一極 剛才講的心板是負極 然後半反應是什麼 心會變成心離子 然後銅板是哪一極 正極 然後反應是銅離子會變成銅 就是我剛剛跟你講過的 要背的事情一 誰是正極 誰是負極 要背的事情二 正極半反應跟負極半反應 因為它就是有兩塊嘛 一塊正極 一塊負 所以要半反應 所以要正極 然後呢 把這兩個加起來 把這兩個加起來叫做全反應 加起來之後呢 左邊有兩個電子 右邊兩個電子把它削掉 就變這樣 叫做全反應 叫做全反應 OK 好 你這個抄完以後 你就記住了 我們要背的前兩件事情 誰當做 誰是正極 誰是負極 正極半反應跟負極半反應 我們也記下來的所謂的全反應 全部在一起的所謂的全反應 OK 好 這就是心板 銅板 八八八八八 好 然後你就看到 心會變成心離子 所以心的質量會怎麼樣 減少嘛 對不對 它變成離子 跑到溶液裡面去了 所以心板的質量會減少 那銅離子變成銅 會長出銅出來 所以銅板的質量會怎麼樣 增加 心板的質量會減少 銅板的質量會增加 先告訴你喔 你不要給我背喔 一個增加就一個減少 不是這樣子喔 不是這樣子喔 你有會碰到不一樣嗎 不是一個增加 另外又減少 沒有這樣子喔 不是這樣子喔 然後 但是要問一個問題 那兩個合起來 我剛剛說 心板的質量會減少 銅板的質量會增加 那把兩個板子加在一起的質量會增加 減少還是不變 來 請注意看反應式 請注意看它全反應式 好 那請問你 它合在一起的 是會增加 減少還是不變 不變 減少 要找個女生嗎 增加 No.1 減少 請坐 很多人會回答不變 因為他學過什麼叫做質量守恆 但是這裡沒有 你看這個主反應是 我掉一個心 心的分子量是65 所以少掉65 長一個銅 銅的分子量64 長64 掉65 長64 還怎麼樣 還差一個對不對 所以 實際上總質量是減少的 所以總質量減少 所以注意它總質量減少 總質量減少 OK 然後你又知道 油酸心的顏色不變 可是濃度增加 心變成心離子 所以心離子濃度增加 可是顏色不變 為什麼不變 因為心離子無色 無色 無色 濃濃的無色叫無色 帶大的無色還是無色 所以沒差 沒差 那銅呢 銅離子是藍色的 本來有好多的銅離子 現在銅離子會變成銅 所以銅離子會怎麼樣 減少 所以顏色會變淺 所以顏色會變淺 所以銅離子會變淺 所以 這就是我剛才講過的第三件事情 你要背的第三件事情 怎樣增加還是減少 濃度變大還是會變小 顏色變深還是會變淺 顏色會變深還是會變淺 就是我剛才跟你講說 你要學會 要背的幾件事情 第一件 第二件 第三件 然後待會就會出現 第四件 我們需要背的事情 OK 就是請你記好 誰是正 誰是負 正經半反應 負經半反應 質量增加還是減少 顏色變深還是變淺 濃度變大還是變小 就是你要背下來的事情 OK